在高雄后近溪旁的花椰菜可就惨了 因为高雄市农业局很担心后近溪遭到污染 上周检验花椰菜 虽然检验的结果都是符合重金属限量的标准 但是为了消弭消费者的疑虑 农业局还是专案收购花椰菜要全面的销毁 而且到过年前都要来收购 到底情况如何 我们要请包金莹来告诉我们 金莹 好那么在画面可以看到 农民正在采收花椰菜 那么这一车车的花椰菜 原本是被吓了净采 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些花椰菜田 他们的灌溉水都是引用遭到污染的后进行 那么由于担心这个菜 还有这个菜田是遭到了重金属的污染 也因此农业局是在上个礼拜 就对这些农民的花椰菜下了净采令 那么把这些花椰菜带回抽检 那么在抽检结果出入之后 这一些花椰菜确定是符合重金属的限量标准 虽然完全没有验出这个葛签还有这个拱 但是因为担心这个市场有疑虑 那么也害怕这个民众恐怕不敢买 所以农业局是打算全数收购这一些花椰菜 那么是以每公斤45块钱要收购到12月底的花椰菜 统统都会由农业局收购之后全数销毁 那么预计将收购5公顷的花椰菜 那么出库经费将近要花600万到1000万 那么这么大手笔最主要就是希望民众 不要对这个市场上的花椰菜有所疑虑 向现场最新情形镜头交换捧内 好谢谢今年的报道